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這個題目叫做 發力眼光看現實的台灣 我們會收集一些新聞的時事 要為這些時事來導演 讓大家來了解 什麼是台灣真的要發力的地位 來這裡分析 你只能看出台灣真正的真實面貌 我們來看 在我們要進行以下的內容進行 先用馬丁路德金恩 他這句話 來給大家互相勉勒 他也說過 almost always the creative dedicated minority has made the world better 他說 讓這個世界變更好的人 總是糾索 都是很糟的人 這些人 這些糾索的人 他們是比較有創意 而且這些糾索的人 他們是比較努力 打招 你要用這幾個來想看看 我們台灣民進府要訓練幾個 幾個 幾個 四千個 優比的可能還多一兩百個 對不對 你要想看看 這四千四百個 用四千兩百個 兩三百個 這樣 這些兩層 對台灣幾個人 人口來講 我們是少數還是多數 那就是極少數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極少數這些人 有辦法改變台灣的現象嗎 有喔 有喔 而且就是改變台灣的政客 走向政客的路 所以 我們 現在比我們 比較有creative 我們生活是不是在跟一般的民眾 不太一樣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的生活沒有辦法 所以你才會來這裡嘛 來這裡之後 你也不斷吸收這些新的知識嘛 那你是不是比我們更加打拼 對不對 包括你之後 之前訓練三 我們還有一些專訓 你也是不持辛勞 這樣不斷地來上課 所以我們 其實你已經上到高級班了 你對你自己的這種行為舉止 你應該感覺自己很狡猾 自己打拼一下 好不好 這是我們必須長在第一次過所 這點是過所的症狀 症狀裡面 它是 它是上訴到高院的時 一般我們歡迎的過所 都有一個地方法院嘛 還有它是高等法院嘛 其實這才是最高法院嘛 我們呢 第一次過所 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破了 我們又繼續上訴 這個上訴 這裡有美國的 所謂的案核 像這個 085078 這就是所謂的案核 那什麼人 所謂什麼人 那什麼人上訴誰 這個 Roger C.S. Lin 這就是 Appellant 這就是 上訴人 那這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什麼新聞 它就是 Apply 它就是 被上訴人 所以這個 冠西 是 美術長 他 帶了那一頓 台灣人 去告美國 那這個 所謂 他說 爹地網路都看得到 美國 他們的政府 部門 他們的網路 非常發達 你只要去上他們的司法院 把他們這個案核打進去 關鍵字 稍微打一下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得到 這個訴狀的 全文 他這裏面 的報告文 有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概念 雖然說 這個 所謂 他沒有報告 美國政府 應該怎麼 你們怎麼做 因為 不能這樣 破 因為在美國 他們是一個 三權分立的國家 三權分立 也分成行政 立法 司法 他們是不能 保障干涉的 所以 他們行政部門 他們可以 依法行事 如果 他們有做的 那 司法部門 就可以破 如果 對國國的 國國的關係 來說 他沒有行政 或是說 他沒有主動 這樣 你司法 也不能破 你應該 對國國 要怎麼怎麼 他也不能這樣破 這就是 這個故事 裡面 所以 法官 他們用一個很重要的 三權分立 他們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 Political Doctrine 所以 Political Doctrine的關係 所以 法官 就算說 他知道 你們台灣人是沒有國籍 你們台灣人的人權 受到 受到 侵害 但是 他也沒有辦法破 因為 他的行政部門 沒有動作 所以 他沒有辦法這樣破 這是 他的判決文 裡面的內容 但是 雖然說 他沒有破 沒有破 說 美國政府應該怎麼 但是 他裡面 有一些 報告文裡面 有顯示出來 一些重要的 這個事實 來 我們看這個 這個是 因為 高院的法官 他用 這個 地方法院 不按法官 他的概念 他的概念 就是這樣 他點 美國 中國 混亂的關係 已經超過 六十幾年了 因為 他美國跟 中國的混亂關係 導致 讓台灣的居民 陷入 Political Pugetary 陷入政治 煉獄 什麼是 政治煉獄 呢 成功煉獄 在這個 法官 他在說的 Pugetary Pugetary 在他們 西方的 語言裡面 他 用 比雷 開得更清楚 你如果 上天堂 是不是 已經 確定你的目標了 已經 去那個地方 上天堂 你下地獄 下地獄 你也是去 去一個 古定的地方 對不對 你上不了天堂 也下不了地獄 你卡在中間 像 孤魂野鬼 漂流四方 你卡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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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卡在中間 有卡在中間 這就是沒有卡在中間 西方 他在說Pugetary 這個意思 就是 你沒有確定 你沒有確定的地方 你沒有確定的目的地 所以 叫做Pugetary 沒有確定 所以 引申下來 第二 第二 概念就是這個 During this time the people on Taiwan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ity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所以 因為你沒有確定 所以他又跟你說 因為你 為什麼你沒有確定 因為你們 台灣人 也沒有世界 一直 行人的政府 你沒有政府 沒有政府 就等於說 在國際上 有一個政府 可以代表台灣人 有 沒有 就沒辦法 你沒辦法代表台灣人 你就不確定 你也不確定 所以 所以 他又說 in practical terms 用實際的 概念來講的話 this means they have uncertain statu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在這個世界的社會裡面 所以 台灣人 他是一個 不確定的 狀態 他是不確定的狀態 所以 他這幾個 概念裡面 其實 廣東是在說 我們台灣 是一個 不確定的狀態 因為 不確定的狀態 導致 你沒有政府 你沒有政府 你就沒有 國籍 你就沒有國籍 所以 他這個概念 就是這樣 所以 用 經歷一個 這個概念 台灣的國籍 第一 還在被占領中 這個不妨法說 我們台灣人 他是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請問一下 這個不確定的狀態 是怎麼三星的 大家有概念嗎 有老闆的超級班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 現在就是 美國的軍事 占領中 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軍事 占領 軍事 占領是因為 什麼事情 建書 建經 是因為 美國和 日本的建經 日本 建書 建書 在國際上 他都是 給人建兵還是 讓人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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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建兵 所以 那就是因為建兵 所造成的結果 因為他把我們建兵 結果他建兵的那時候 他有成立 你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自己的政府 讓你自己管自己 民事政府 他那時候有 沒有啊 啊 店頭是把我們管的人 是什麼人 是一個政府 中國民國 他從世界大 эти 他跟美國 是不是 跟我一樣 一一兵 他是不是叫我們同盟國 對啊 所以 他的地位 跟美國一樣 都是 戰勝的那一方 cz 副基板 hunters 請便 Rag 出款嗎?不會 但是現在會改變管轄權嗎? 會啊 會改變管轄權 結果他是一個軍事政府 他是外來的外國外國的政府 結果他來的我們台灣 結果他現在還繼續管 他一直管到現在請問一下 這個外來的外國政府 該怎麼代表你台南 這個代理就覺得說 美國政府敢不代表台灣人? 會嗎? 不會啊 所以 所以 那個不妙法官他在說的 台灣人沒有政府的意思就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所以 被證明中 還沒有 他的未來沒有決定 沒有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沒有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人敢有國籍? 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確定 所以你就沒有國籍 所以 我們要了解 台灣人的政府 面貌 其實 我們就是要理清 這四個當事人的關係 第一 就是 我們 第二 就是 在我們頭上的 現在在我們頭上的 管轄來治理當局 第三 美國 他是在日出世界前 他是一個主要 佔領全國 他就是 建議的那個 然後 這個 大日本帝國 就是我們的母國 他在日出世界前 竟然建筆 根據 古今山 和平 雕用 他 新年 日本國 放棄台灣的 right title 所以 這三個 這四個 人的關係 你哪讓 釐清楚的話 你對 台灣的整體的 國際地位的概念 你就會更具體 有這個 你可以看到嗎 這個建議 這個建書 建議把建書 佔領 佔領的地方 包括台灣 對不對 美國 有自己來 占台灣嗎 沒有 他叫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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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日本 已經 回到正常了 因為 世界大戰後 他們已經 回到正常的主權國家 但是 我們去他 放棄後 我們的地位 會有進一步處理 沒有啊 我們的 那個 那個 今天選所的 我們有 放棄後 但是 沒有進一步處理啊 所以 那個 不然我們說 政治論譽 Purgatory 他的意思是在那裡 這是沒有確定 來 但是呢 我們要來診斷 台灣的國際地位的現狀 我們 就像一個醫生 要把 別人 用診診器 來把它聽診 醫生給別人看病 他需要什麼專業和背景 醫學的專業 他才有做醫生 我們要來診斷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現在的病徵 你要用什麼背景和專業 才能看出真正的病 法理 你要用國際法 你要去了解國際法 你要去了解國際的建政法 我們要去了解一些公約 還有我們要去了解一些國際的慣例法 現在網路很方便 你只要想要查什麼 你都查得到 譬如想要查美國野戰手冊 27知識 你都查得到 你想要查日內外公約 你也查得到 甚至我剛才說 你在查那個報告文 你也查得到 你只要Google 關鍵字搜尋一下 都查得到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 去吸收這些國際法的概念 包括 萬國公法 你也查得到 幾本的 你也查得到 你也查得到 好 我們輕鬆一下 這裡有一個議題 叫做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這是 在Twitter裡面 之前 之前有一個很特別的新聞 我們台灣的電視新聞 也有報 他就報 有一個人 把他一件油妝的衣服 報到你Twitter 叫其他他的朋友 他回應說 你幫我看看 這件衣服到底是什麼色 他拋出之後 他給大家問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很多朋友就給他回應 就跟他說 你這件衣服 Blue and Black 黑色的條紋 但是另外一部人 他回應說 不對 我看到的是 White and Gold 白色的底 金黃色的條紋 為什麼變成一張 三星兩種族群的人 看出來是不一樣的顏色 我們這裡來做一個 趣味的統計 你看到 Blue and Black的手 你看到這個 藍黑的基礎 有人看到白金 對不對 也是有 也是有人看到白金 欸 這件衣服是怎麼 每一個人的解讀不一樣 這個衣服每一個人的看起來不一樣 顏色不就是只有一種嗎 所以很顯然的 顏色 會因為人的感覺 你會解讀它不一樣 對不對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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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來看 這個衣服 就是Blue and Black 就是藍的 藍的黑條紋 藍的黑條紋 Blue and Black 當然 看到White and Gold的人 那不是他來這個問題 不是 我剛才有說 那是感知嘛 你對顏色的感知 你對顏色的解釋 是記載的 對不對 記載的力啊 當然我們對顏色的感知的影響 這個光線 還是說我們的四王母 裡面的DNA 跟另外一個族群的人 是不一樣的 但是那個不影響 不是標示說你的眼睛有什麼 那是你的感知的問題 來 算一下就是一個問題 那 一般台灣人 感覺 台灣人的國際是什麼 What i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台灣人的國際是什麼 你像你在外面一樣問 我們要怎麼回應 你問什麼 你怎麼知道 我們台灣人的國際是什麼 他怎麼回應 中華民國啊 我殺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我出國的殺中華民國的學校 我就是中華民國國際 這個對 他的感覺 他的感覺 他沒有國際化的概念 他就這種感覺 來 叫這個度 這個度 也差B 但這兩個度 都一樣 這兩個度都一樣 我們來看這個度 這個 這個方塊是A 這個方塊是B 你看 A跟B有同色嗎 有同色 沒有同色對不對 一個比較清 一個比較淺 這兩個不同色 我們來看這邊 一樣這個度 但是他現在用 兩條顏色的 這兩條線 有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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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現在看A就好 A跟旁邊這兩條線 有同色 也同色 有同色 沒有同色 A跟這兩條同色 這兩條線 頭到尾都不變 A跟這兩條同色 A跟這兩條同色 所以A就是B A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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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就是同色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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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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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等於C 所以A等於C等於B 所以A等於B 對不對 邏輯就是這樣 所以相信這個邏輯 然後認為說 A跟B的顏色是一樣的請舉手 你真是勇敢 你就是突破那個 人的那個感覺的迷思 這就是我們要來上達民進會的法理課程 要給你的一個觀念 你應該要去相信邏輯 你應該要去相信那個事實 而不是用你的感覺去判斷 這個邏輯其實我們沒有跟你騙 為什麼你看這個邏輯會覺得 A跟B 它不一樣 因為我剛才有說 就像在看那個影像一樣 那個影像讓我們看到 就是說你的眼睛的視網膜結構 可能會因為外面的光線跟你視網膜結構 你看顏色的那個感覺會不一樣 這個狀態一樣 如果沒有這個圓柱形的陰影 A跟B其實就是同色的 但是因為這個陰影 這個圓柱形的陰影 你會比較 這個顏色 你的感覺上 你會讓它稍微淡一點 你才能夠變質的出來 你才能變質的出來 你才能變質的出來 這就是 這就是你 你眼睛 在對顏色的辨別的時候 你平平如果說一張柱子 裡面有一個紅色的 你會覺得那個紅的好像很紅的 就是那個道理 那一樣這個道 你用一個輔助線 這兩個輔助線就是什麼 國際法 國際政情法 世界人權公約 還是說 一些國際慣例法 用這些法律的概念 輔助你去判別 A跟B的顏色 你會發現 那兩個其實是同色的 對不對 那就是這個道理 要輔助的東西給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判別了 但是沒有輔助東西的時候 你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這個圓柱的陰影影影響 我舉個例子就知道 這個圓柱就像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這個陰影就像說 那個謊言跟漁民教育一樣 他把你烏雲造電 給你看不清楚 給你結識 我們跟日本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用國際法 國際政情法 把這個概念 把這個分析的 你把那個 帶來換到日本 其實是同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再統計一下 相信A跟B是同色的 請給他唱 也是我不怕唱 沒關係 再處理一下 因為 為什麼你看這個 你會覺得不一樣 因為你沒有仔細看這個 你是整個這樣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還是比較淺 但是你如果單獨來看它的話 你會發現 眼睛不會 其實眼睛也沒有騙你 是這個陰影 是這個陰影讓你感覺不對 這樣而已 所以他們顏色是一樣的顏色 所以你應該要去相信邏輯 不要被感覺帶著走 直接得利 好啊 來 最近還有一個新聞 人民進黨的婦女部主任 去美國 參加聯絡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的一個周邊會議 結果 他三中華民國 這本流氓獲照 出於參加 去讓人把他抖掉來 說 這不行 不行進去 這樣喔 他就說啊 他就說啊 他就這樣感嘆啊 婦女地位論壇 高呼性別平等 消除基於性別而存在的一切歧視 但是他卻血淋淋的直接感受到 基於出生的殘酷歧視 請問一下 那不是出生的殘酷歧視 不是嘛 是你拿的那一本有問題嗎 不是你這個人有問題啊 他又搞不清楚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新聞很顯然的就是說 他知道 他被拒絕 但是他不知道被拒絕的原因 但是他用他的感覺 覺得對方是在歧視 他是台灣出生的女性 對不對 他是不是這樣解讀 那 他這樣子解讀 當然是就是攻擊這個組織 他的宗旨嘛 對不對 對啊 但是問題是不是人在歧視你 不是啊 問題是就出現在這一本啊 就是這一本啊 就是這一本啊 這本不是主權國家 都發的負責 這本為什麼是青皮 為什麼是綠色的 啊 有沒有人好奇過 第一 第一 綠皮的 標示說 你是一個流亡政府 第二 你要是在一般國家裡面 他發給你綠皮的護照 那只是一種旅行證件 你是別的國家的人來我這裡 那我給你政治庇護 或是你是難民 我這個國家發給你 有國際旅行的需要 我發一個旅行證件給你 那個顏色就是 綠色的 對啊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 這本根本就不是主權國家的護照 說比較正確的 它只是一本旅行證件 這樣而已 因為 中華民國 他沒有代表我們台灣人 啊 我們要去世界各國出頭 也許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還沒有什麼多大問題 但是你要走進去 正式的 政府組織所 可以參加的會議 還是說哪種場合 你就完全走不進去 所以我們台灣人這樣 你們看有時候 有時候就保護嗎 你們看有什麼 你們看有什麼 就別人在挨一挨 對啊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啊 美國的法官 所跟我們辦的結論 已經跟你說了 你們沒有政務 你們沒有國籍 你們是未確定的狀態 所以 我們台灣現在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嘛 對啊 所以 因為可以理解 所以 我們 第二禮拜 拿出所上 去做美國跟 ROC 就是 二月二月八 拿出的第二禮拜所上 要做ROC 他在1946年的 一月十二號 就是 簽名之後 把我們所有的 台灣人 把日本 本地國的國籍 把我們判進去 而且 把我們換一個 中華民國的 這個 國籍給我們 這都是 違反國際 政情法 違反國際法 的一個 手段 這都是違法 所以我們 殺到這個 證據 第二禮拜 又殺 又開始 拒骨 這是我們秘書長夫人 他在美國的 那個 國家記者 俱樂部 裡面做 第二次訴訟 他的 一個 簡報 這個 就是我們的委任律師 叫做 Charles Kemp 他在秘書店 湖林 他 他簡報之後 他還去接受 記者 在裡面 記者 一些提問跟要做這個訴訟案的一些說明 這是這個少雄的進程 所以 台湾國際處境的問題 是什麼人替台湾人解決 台灣民政府 就是國位在座國位 所以我們還是在國際版裡面在上課 但是 台湾國位我們都在為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在打招 在外面的那些民營的 還是那些民營的 他們在為什麼打招 他們在為他們自己的修理打招 對不對 你要對比就知道嗎 他們還在講選舉 他們在為他們自己的官僚在打招 台灣人這個 無國際的狀態 在國際上 他們的民進黨的 婦女保證人 沒辦法在國際組織 會跟人正常開招 這種無正常的狀態 他們有去解決嗎 沒有啊 一而再 再而三就發生了 所以 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打招 是誰人在打招 沒有啊 對不對 是我們在打招 我們台灣民政府跟我們的成員在打招 所以 大家 你們大家是不是很偉大 來 再給自己打招 打招 所以 在這裡 我們就用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的公圍 這是他第一天在競選的時候 他拿出的競選口 我覺得 也剛好恰當 我們要拿來台灣來試用 他這樣說 Change will not come if we wait for some other person or some other time 改變 不會到來 如果你是要用別人 還是說要 等於說 兩天才會來 這個改變 會不會發生 不會啊 你現在在每天 都聽過一句話嗎 台灣的問題太過困難了 這留給後一台再來改改 沒聽過嗎 沒聽過這個 誰人說的 我不知道 我沒聽過 我沒聽過 沒聽過嗎 那蔡英文說的 對啊 啊 所以 想問題太早 不要改改 就放給後一台改改 請問一下 每一個後台 如果是都要這樣 行為時 請問台灣的問題 會改改嗎 不會改改 這就是美國總統 歐巴馬說的意思 所以 正常 正常的概念 應該是這樣 We are the ones we've been waiting for 我們自己 就是我們自己在 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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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尋找的那個改變 意思是怎樣 改變落在誰身上 自己 你自己先改變了 然後接下來 你就會每個人都改變 每個人都改變 整個台灣會不會改變過來 對啊 這會改變過來 所以 我們是不是 在外面 有看到我們這些 台灣民政委的成員 在街頭 在牛保肌 在宣傳 在噴傳檔 跟人家改變 我們還有YouTube 我們上課的音訊 都放在網路上 讓大家 讓大家 去越南 這個目的就是 就是要怎樣 希望台灣人 快看到 可以快來理解 這些動力 可以為他自己 先為他的頭殼 先改變 這個中華民國 把我們 錄在我們的頭殼 那種漁民教育 還有錯誤的歷史觀 這都改過了 你自己 頭殼裡面的那些 毒素 都清掉了 這樣 我們就可以看到 台灣正常的路 就看出來了 大家 都這樣 你想台灣的國內地位 正常化 這個進程是快還是慢 那是很快的 對不對 那是很快的 所以引用 美國總統歐巴馬 在這幾個 就是要跟大家說 改變 要由他自己 來做起 所以 我們要改變 就是要走這條路 台灣國際地位 要讓他正常化 我們要改變 我們沒有政府的狀態 我們要改變 我們沒有國際的狀態 來 還有一個議題 要改變這個狀態 最重要的 我們要先去認識 認識 不然我們現在是什麼狀態 對不對 就好像說 我們要去交往一個異性 那你要先對他了解 不然你怎麼跟他交往 他就是說 你要處理 你要解決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要對這個問題的本身 要做一個理解 不然你說我都要解決這個問題 同樣這個動力 我們要改變台灣的國際地位 的狀態 讓他正常化 我們是不是要先了解 不然台灣現在的現狀是什麼 那就是最近的新聞 馬英九是不是都被蔡英文 不然你說看看 到底你的現狀 跟我馬英九的現狀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 最近新聞是不是都這樣 對啊 所以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的現狀 的定義 跟蔡英文的現狀的定義 跟馬英九的現狀的定義 跟有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 到底哪一種才是真的 為台灣的正確的路 在做他的現狀的認識跟分析 我們這邊的 我們這邊才是正確的 來 我們就來認識一下 來 這個 台灣人是美國軍事戰場地 為什麼呢 來我們來看 這個 這個 這個上國會的新聞 F-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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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有說過嗎 希望中國看得懂 對不對 但是反過來 那 台灣人看得懂不懂 來 這是 F-18 再來 在1950年 六月 發展韓戰 韓戰爆發 美國總統那時候是杜魯門 杜魯門 他對韓戰料 他有發布一個 這個statement 他就這樣說 他以前是這樣說 他沒有 沒有共產黨 危害太平洋的安全 所以 他就這樣說 Accordingly I have ordered the 7th fleet to prevent any attack on FOMOSA 他 他要派 第七艦隊 來台灣 洪击台灣 給共產黨 來攻擊 為什麼美國 為什麼美國要這樣做 如果台灣跟美國沒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美國要這樣做 對 就是戰領地 在家裡 1945年的8月15號 天皇 趙書公導航 到1950年 請問一下 1950年 月月韓戰爆發 古今山和平條約 有簽嗎 還不 海南軍 對日合約還不說好 那台灣 那個時候 還在什麼狀態 美國的軍事佔領狀態 1945年的10月25 是不是 現在接到 麥克阿瑟 一般命令第一號 叫他來台灣接受 日本軍的導航 從一天開始 就是台灣的軍事佔領 他說 他這天 為什麼要派地區艦隊來台灣保護 因為他是佔領者 根據建政法 佔領者對他的佔領地 他有保護的義務 這是他佔領者 不可避免的義務 這都是國政法的動力 所以 美國總統 他要遵守國政法 所以 他要派地區艦隊 來台灣 對不對 他想要派地區艦隊直接去攻打 共產黨就好了 這樣就不會有產生太平洋的威脅 他這樣可以這樣做 不行啊 這樣就 又宣戰了 又建進起來了 對不對 他不行這樣做 但是他竟然會派地區艦隊來台灣 你看看 這個這邊F-18 不用經過中華民國統議 就直接打開 這意思是不一樣 對不對 這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 佛作公希望中國看得懂 那台灣人更應該要看得懂 還有一個 1996年的三個七八 那時候阿富伯要選 日本中華民國第一次民選總統 那時候對岸中國 他是不是發射飛彈 打在台灣頭和台灣尾 有沒有 那時候 柯林頓他就叫 他就叫這個 第七艦隊再來 他就把第七艦隊開來台灣海峽 開來台灣海峽 有沒有 美國兩個航母戰鬥權勢警 為什麼美國還可以打第七艦隊 從1996年再來 他不會經過中華民國統議 那不是中華民國自己要求的 都不是 所以 這F-18 還有韓戰的地區艦隊 跟1996年的地區艦隊 來台灣 這個屬性 都歡迎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台灣仍然還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這是不用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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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裡 台灣不屬於ROC 因為他是跟我們討論 也不屬於PRC 台灣是每日戰爭下的軍事佔領地 所以由剛才這幾個新聞的事件 你就可以發現 要確定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在外面 有很多民眾跟我們說 你跟我們說美國軍事佔領 我在留言就沒看到美國大兵 我就沒看到那種像伊拉克那種場景 美國的武裝軍人 在坐在哈馬射地面 在巡邏 在羅來生在巡邏 我都沒看到這個場景 到底你們說的 是真的說假 這就回到我剛剛說的 你要感覺 那個感覺 你要那個感覺 用感覺來判斷事情 會不會是正確的 不一定會正確喔 現在我們就跟大家說 為什麼 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確信 台灣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就是這個道理 Effectiveness of occupation 這也是美國的野戰手冊 二十七之十 那本手冊裡面寫的 其實那本手冊裡面 那就是集結國際法 國際戰爭法 還有一些世界的公約 還有一些國際慣例 都收集在那本野戰手冊裡面 那就是要向美國的美國軍人 軍官 他們處理建島的時候 他們要尊重這國際的危機 他們才不會去反對戰爭罪 才不會去反對戰爭罪 才不會去反對戰爭罪 所以美國的打仗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這裡有說 It is sufficient that the occupying force can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send the detachment of troops to make its authority failed within the occupied district 他就說很明白了 這樣沒有 有效性 你說 這樣沒有 有一件事情 可以很容易判別出來 它充分存在 第一 只要合理的時間裡面 我可以派一個部隊 不是大軍喔 不是大軍喔 只要一部分的部隊就好了 一部分的部隊就可以了 使他佔領者的權威 在這一塊佔領土地裡面 感受到這個佔領的那種感覺 他就這個佔領會持續的有效 這樣有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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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用這個美国 他們這個FM27支持 他們這個裡面所下來的 這個佔領的定義 你就可以發現 他是不是派一個地區艦隊 一隻航空母艦來 是不是一部分的軍力 是不是在合理的時間 他想要來就來 他來展示 他的佔領地台灣 展示出來 讓人家感覺得到 他在 這樣就是佔領 這就是佔領的持續 跟佔領的有效 你看 你看這個F-18 他是不是派一隻飛機來 兩隻飛機來 在合理的時間 迅速的時間 他就到了 然後降落在他的佔領地 讓佔領地的人 感受到他的佔領 有沒有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我就是從這邊來 跟大家證明說 台灣仍然是 美國軍事佔領地 就是這個國際法 的德力就是在這裡 所以 希望中國看得懂 就是 你要知道 美國人的腦袋裡面 他在運作國際法的那個 德力 他在運作國際法的德力 我們有了解嗎 中國有了解嗎 民進黨有了解嗎 國民黨有了解嗎 如果 你如果不知道 美國人 他在運作國際法的那個德力 你怎麼對他了解 但是 他就按照國際法的這個動作 他隨時可以派軍隊一部分的軍力 在你的台灣的他的佔領地 讓你感受的說 他有辦法的軍力展現在台灣 這就是佔領的有效性 然後 再來 再來看 Effects of occupation 佔領的有效性 裡面 他認為我再說到 It is immaterial Whether the authority of the occupants is maintained by fixed garrison or flying column 這個佔領者 這個佔領者 他要把你在這裡駐軍 大規模的駐軍在這裡 或是派一個快速部隊在這裡 那些都不影響說 會佔領的權威 不影響他佔領的權威 Whether by small or large forces So long as the occupation is effective 那些都不影響 所以 他只要有辦法展現 他佔領的權威 不管是駐軍 不管是快速部隊 還是說小規模的部隊 還是說大規模的部隊 那些都不打緊 只要他能夠展現 他佔領的有效 這樣就好了 再來 Programmation of occupation 外面的人也會說 嗯 就不聽美國說 雙方說 台灣就是我的軍事這哪裡 有人是不是會這樣質疑 對不對 但是這個質疑 在國際學長民 有這個必要 美國有這個必要 親自嘴巴說出來說 台灣就是我的軍事這哪裡 敢不 不用 他在這樣寫 In a strict legal sense No proclamation of military occupation is necessary 他不用跟你宣佈說 這裡已經是我的軍事 尖命了 他就實際上跟你尖命 你要持續這樣占領 讓你感覺到 你任何時間 我就可以派軍律 來這邊展示我的 占領的權威 這我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我的占領地 我還沒用嘴共 對不對 很多外面的台灣人 都是換了一個毛病 你如果不說好像不算 對不對 人數也很多 你有說也沒有這個比較有算 對不對 你有說也沒有這個更是真的 所以那個都會 從來都換了一個毛病 所以在這裡 FM2710 他又說到這個 有沒有必要這樣子宣佈 沒有必要 好 再來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占領沒有移轉主權 這個我們前一班 我們就有說過 但是 為什麼 這是怎麼來的 這個得力是怎麼來的 我們常常知道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不能移轉主權 它就是這樣 It is therefore unlawful for religion occupants to annex occupied territory 在這裡 unlawful 你跟 你是一個 證明君 你是像美國 他就對台灣軍事證明 他還把台灣土地 他肩併好 這個是unlawful 不合法 不合國國際規範 這是不合法的 甚至 他不用把你兼併 你這個土地 他不用變成藏為己有 他怎麼 他把你成立軍的國家 create a new state create a new state the hostility are still in progress 一個雙方還在敵對狀態的時候 他我把你贊命 贊命了 我把你的佔領地 你肩併成我的 還是說把你的佔領地 把你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這都沒有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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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這都沒有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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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是不是 是啊 这样子有没有合法 不合法 所以你不要再怪 那个马英九 他们这个流氧中国人 在我们这边占领 他坚持不台独 是不是一些本土派 台独派一直在攻击他们 甚至在攻击民进党 已经放弃台独路线了 有没有 为什么 中华民国代理美国军事占领 台湾军事占领 他如果在占领地 成立一个新国家 台湾独立 他有没有合国制法 他的违法呢 他的违法 美国啊 美国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国家占领 就是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 你生在一个国家 你就是改变人籌籌籌籌 你把人籌籌籌籌 变成藏为己有 这也是一专组款 所以 这么没有一专组款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个 不可以兼兵人家土地 不可以在这年底 把人生立新的国家 所以台独在台湾 会不会 会不会继续有空间 没有空间的 没有空间的 已经没有空间了 来 这我们的新闻 4月2号 我们的斗六郡 成立郡办公室 自由四部 跟我们报道 这边报道 讲的还蛮不错的 算是正面的报道 算是正面的报道 这我们 这我们 跟国家占领的 一些滚手 去那个街头 做那个宣传 做宣传 插机 流报道 大家 看更多 台湾民政府 甚至 我先带好 上个新闻 新闻版面 结果 台湾民政府的 嘉义郡的办公室 也入境了 我先带好 当然这不是好事 不过是这么臭 我们嘉义郡 都在乘回现场的头前 所以你就看 台湾民政府 好像到处都有 都看得到 所以 为什么 台湾民政府 为什么 在这 第一 我们刚才的头前有说 我们是不是 美国的军事 这么多 现在 一直到现在 都还 是 对不对 所以 因为是军事这么多 所以 一般来说 建建后 它是政府国的军事占领 它就是 占领之后 它就马上升约 军事政府 叫做 military government 它占领之后 这个地方 如果比较平静 照理说 它就要成立 被占领地 处理民事事务的 民事政府 叫做 Civil government 就是民政府 你举这个最近的例子 像伊拉克 它就成立 伊拉克民政府 美制战争呢 那当然就是 台湾民政府 这是按照国际 国际战情法 里面 它必须要成立的 一个组织 它的名称就叫做 Civil government 所以它叫民政府 所以这个名称可以赢不 一般是不能赢不赢 但是 英国国人 都是用Civil government 如果在东方人 就可能名称就赢不赢 但是它本质 是 其实不太会变 它本质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好 这又最近一个新闻 这个 这个 这个《苹果日报》 你要看这个 全版的 对不对 全版的 你要看标题 有没有 免学费配房屋 台湾民政府虎四万人 这个标题 你觉得是正面 还是负面 这个标题 负面 再来 拥有部队 竞称美国认可 他在这里 他去问 AIT 的 经约 保全 经约 那个保全 没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个是负面报导 还是正面报导 负面报导 你看 但是 但是 这个事实 我们 这个事实 它显示了什么事实 第一个 有没有台湾民政府 有 台湾民政府在 在哪里 桃园 台湾民政府进出管制 严不严格 严格 对啊 啊 台湾民政府在哪里 有 有告示 有咖啡店 有照样厨房 对 那看起来 是不是 仅然有序 对不对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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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两个 两个告示 那两个告示 说 言论自由 一切合法 我们有犯罪吗 没有啊 没有犯罪 我们是 我们是 合法嘛 对不对 没有犯罪就是合法啊 他有介绍 我们六周的 首长吗 有啊 有啊 有介绍我们六周的首长耶 有介绍发言人吗 有啊 虽然他的标题说 画家当发言人 好像有点鄙视 但是 真真实实的 这些人物都有啊 我们的组织架构 跟我们的 我们的 民政府的组织架构 跟六周的组织架构 是不是 在报纸里面都有看的 都有啊 所以 这篇 你 你 如果是比较悲观的人 或者说 这些负面新闻 啊 当然啦 负面新闻 会吓跑一些 会吓跑一些 没有 没有崇高理念的人 的那种人 他会吓跑 但是呢 我们要想啊 就像那些艺人 啊 艺人 他是不是 都有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 Bad news is good news no news is bad news 对不对 坏消息 坏新闻就是好消息啊 啊 没有消息 没有新闻 那就是坏消息嘛 啊 港级的独立来看 是啊 啊 虽然那些 那些 那些是 Bad news 但是 对我们台湾民情媒来说 是什么 Good news嘛 对不对 Good news啊 所以 里面的组织 里面的领导人 里面的各州的 的那个 的知识 包括我们的组织下构 啊 啊 我们怎么成立的 我们的主厂跟我们的立厂 是不是都在这里啊 所以你应该要正面来看待他嘛 对不对 当然 会下跑一些人 会下跑一些人 但是那些人是不是我们要吸收的 不是啊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被下跑的那批人 不是嘛 所以你是被筛选进来的嘛 对不对 你是因为这些媒体负面的手段 啊 在这样子心风作浪 但是 你经过那个心风作浪 你是被筛选进来的啊 所以 你要对你 你要对你 你自己的那种人格 跟你的那个 信仰的那个崇高性 你要 对你自己要感到 极大的安慰啊 对不对 啊 你自己有很偉大了吧 你自己很伟大啊 对不对 你自己很伟大啊 自己拍拍一下好不好 所以 所以 这就是我在说 你是哪一类型的人 台一岛民政府这个法理概念 虽然我们用的 刚才我给大家看的 你看 你看 FM27 那个是19 1949年 就已经 都全部颁布了啊 啊 那些资料都是旧资料 但是 这个观念 对一般台湾人 甚至说 对在座的国家 可能都还是新的概念嘛 对不对 旧资料 但是 是新概念嘛 这只是相对关系而已啊 啊 啊 这个新的概念 就像他们在新小学里面 有一种叫做 创新扩散理论 啊 那这个新的概念 我们是不是 要去说服 这些人 我们是要说服 这是中间多数的人吗 不是哦 啊 这些人的特质不太一样啊 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 在这个社会的人口里面 这些人 有一个部分的人 这些部分的人 这些部分的人 叫做创新者 他是非常有理念的 他是不断想要挑战 这个社会的现况 他觉得这个现况 是不完美的 他觉得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他就是我们 会想很多事情 想很多方案 要来改变这个现状 所以这些人 他是属于创新者 啊 比喻我们台湾民政府 这就是毕书长讲的 我们就是革命先进者 这些人 这些人 在所有人口里面 占多数还是少数 极少数 在这里 2.5%的人 很少的 所以 大家等于 这个社会的征导啊 为自己再補充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们是创新者 那我们创新者加入之后 这些会有这一批人 就是早期采用者 他也会队过来 就像你周边的人 你会他有这种特质 比较有想法的 比较有创意的 比较有这个 有概念想要改变什么东西的 这些人就会进来 这些人会来 再来 这个早期多数 他要看这些人都来 他才会队来 这些人叫做后期多数 这后期多数就是一般 现在我们在说的 是过外大便的那种人 他就是看这些社民都过了 好 那我们队来走就好了 就是人家说 驾行对白 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就是落后者 这种人 我们如果他驾手机使用 这种 这种概念 我比喻一下 你就知道很贴切 我们以前都驾手机 还不驾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是不是都驾按钮 有没有 按钮 按钮 这种人 一直都用 按键式手机 直到有一天 他会换智慧型手机 那一天 就是因为市面上 买不到 按键型手机的 那种人 就是这种人 这种人 就是我们要把他吸收 不行 我们的机子 跟他搬过后 他自然就带我们来 他只有接受 这种人只有接受 这种人只有接受 所以 刚才在说 那一篇报道 看起来好像是负面新闻 但是 但是 我刚才在说 那个是在筛选 不是 这些人看得到 这些人也看得到 这些人看得到 我们就是要换这些人 参加我们台湾民政府 而且 只有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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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得清楚 他就会开始 不断的去推动 我们台湾的真正的 这个真实人 这个面貌的概念 他就会去 说 说了就开始扩散 扩散了 最后整个局势 就变成我们的局势 就正如放在各位的身上 一样 好 好 刚才说的 那个创新者 其实 必须说的 我们都是革命先行者 那创新者 他通常 他比较 是属于领导型的那种人物 你想想看 我们事情的行政管理官 有办法做专门的 现在的政府公务体系里的所有的工作 你怎么办 你做到死 做到死 你也做不了 对不对 啊 那这个事情 要做什么 监督 监督 领导 我们是在做领导 我们是做领导 我们是做领导 我们进去个体系里面 我们是做领导 那一般做领导 他有几个特质 第一个 have the courage to go first 领导者 他通常都是先走的人 先走 不是先走 不是先走 是先走 是先走 所以我们就是革命先行者 就先走 go for it 以前革命先行者 各有些特质 他会open the path for others to follow 我会开一条路 给别人 带我们走 这就是这个创新扩散理论里面 在说的 我们是革命先行者 我们先开一条路 我们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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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我们将路开了好 旁边的人带人 他们就会follow 这就是他们follow 这是leader 做leader的一个特质 的特质 的特质 各位来这 不然要先走 我们还要开路 给别人来带 所以还要开路 给别人来带 所以回去 还要跟别人 跟别人招团 招团 给别人来带 另外 那leader还有一个特质 leader make tough decision leader 都要做一些 更困难 决定的决策 就像说 一个公司的众经理 他就不知道 啊 这个 这个创的好 不好 他要数多 或者说 一个军队的军官 一个军队的将军 他现在要去公导 那个山头 他觉得 全部都搜集资料 全部搜集的好事 一百分的 他较生的时候 他才会发动攻击 会不会 不会 通常 leader 他只要收集到 百分之四十 的 左右的资讯 他会相信他的直觉 trust your god 也相信直觉 你知道 他就开始行动了 他就会行动 像我刚才说的 你如果是那个将军 要决定要不要攻打这个山头 当你去搜集 全部资讯会的时候 敌人也跟你 看得差不多了 当你发号施令 攻打的时候 子弹就打到你身上来了 就是那个得力 你已经被摧毁了 所以一般 这个leader 他都没有这样子的 都不会这样子做 会需要收集 百分之一百资讯的 但是 那个不是leader 那个是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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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事务没有人员 那个不能当leader 所以leader 通常 40%的资讯 也会相信他的直觉 他就会先走 新行动 就好像说 我们大家 有讲新台湾 没有人去找的 全部看了 你有看了才来的吗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对啊 你没有 全部看了 你就来了 你是不是相信你的直觉 对吧 没有错 所以各位已经有leader的特质了 我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 对啊 对啊 Leader 还要inspire people 我们做领导人 我们还要鼓励别人 你自己想看看 你今天可以来参加 是不是有人鼓舞了你 有人给你介绍吗 有啊 那个人是不是鼓舞了你 对啊 你进来之后 接下来你也会去鼓舞别人嘛 对不对 这就是 你 他也会有这种特质 后来参加去 我要说这个疑题 这是帝球嘛 对不对 帝球是 贏的 还是变的 贏的嘛 问到这里 大家都不敢回答 帝球是贏的嘛 帝球是贏的嘛 这个帝球是贏的嘛 对不对 但是很好笑 想要问帝球是贏的 但是呢 在大航海时代 大概14世纪以前 全世界的帝球上的人 都没有认为帝球是贏的 对不对 我看过这些理数嘛 那时候如果任何地球是圆的 会让人动作是艺术嘛 对不对 会让人谴责嘛 所以 那个时代 因为帝球是贏的 人 他的脑袋里面 因为地球是平的 所以他就要发展出这种概念 因为地球是平的 所以 到最后地球有没有尽头 有啊 贏的就是有尽头嘛 尽头后要怎么 就摘下去嘛 万丈深渊嘛 摘下去就粉身碎骨了 所以 用地球是平的这种概念的人 他敢不去冒险航海 会不会 不会哦 他如果不愿意冒险航海 请问一下 他会不会发现新大陆 也不会啊 所以 那种正确认识的那种概念 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正确行动的哦 你是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啊 这就是 不要说的那个概念 啊 在这 有个人 那个时候的人 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这些人就是哥伦布 哥伦布那个时代 那些人 都因为地球是平 地球是平 那些人因为地球是平 所以他相信在大西洋里 充满了很大只的门塑 而且 大只到他嘴 天气 就会把船把他吞下去 所以有危险吗 很危险 对不对 啊 再来 那些人是说 啊 如果怕船出了 到白了 就来到一个 好大好大的瀑布 那些瀑布 那些瀑布下去了 拉到的 我们的船 就会被他摘下去 摘下去了 摘下去了 整个船就会 粉身碎骨 这样危险吗 很危险啊 很危险啊 你敢处理航海吗 不敢啊 对不对 你不敢啊 但是 哥伦布 他认为 地球是赢的啊 所以 他就要跟这些认为 地球是赢的 会这些人 去对抗 要去对抗 要去对抗这个概念 他认为 地球是赢的 这种概念 叫 foolish belief 愚蠢的信念 是一种愚蠢的信念 他认为地球是圆的 所以他得去说服 他说服一些人 来相信地球是圆的 既就要说服什么人 跟他港纯的水手嘛 对不对 他如果说服港纯的水手 他这个纯是要怎么开出去 他的纯是要怎么开出去 发现新大陆 对不对 港纯的得力啊 就算说 比喻地球就是 哥伦布嘛 哥伦布认为地球是圆的啊 就好像 就好像 但是秘书长认为 台湾的解释 应该从国际法 国际战争法里面去解释 才能得到他的真面貌嘛 对不对 啊 哥伦布 他就要去抗航 他要 他要发现新大陆 那 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就是类比 哥伦布 他发现了新大陆嘛 对不对 所以秘书长他首先要先说服谁 他是要说服那些无知的大众吗 中间多数那些人吗 还是后期落后者 他说服那些人吗 不是啊 他说服那些跟他一起努力的那些人嘛 水手嘛 啊各位就是那些水手啊 都是早期使用者 跟这个创新者 这个这个身份的人啊 所以秘书长他开始几个后 就吸引了这些人来嘛 他说服了我们 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所以我们台湾民生有这条船 最后会不会发现 台湾的新大陆 会啊 就是会啊 对这道理 所以 各位伦布 他因为那个地球是变的 那种概念是愚蠢的 同样在台湾 有没有那种愚蠢的概念存在 有啊 有人在解释台湾的现状的时候 这种解释的方法 就是一种愚蠢的概念 例如 第一 根据开罗宣言 1945年10月25号 台湾光复 有没有 不要听过来 以前的课本就都在想 对啊 啊这个是 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而且愚蠢 再来 刷了 他就开始推演了 因为台湾光复 所以台湾人 1946年的1月12号 恢复ROC的国籍 有没有 哦 我们的新闻情细是这样处的啦 啊 顺这个词 又留下 啊 因为台湾人恢复ROC国籍 ROC的憲法 就在台湾市市 啊 台湾就变ROC的 有没有 老师不得都听这个词 啊 啊 传来 啊 因为 又开始民主化的参写 所以 参写的结果 台湾等于ROC 啊 就等于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不是都这种推论 有没有 有什么 尤其绿营的吧 对不对 啊 啊 啊 台湾等于ROC 所以反对一中政策 你有沒有發現那些綠營的都是反對一中政策 然後只要馬英九講一中 他就跟美麥麥麥麥 這個又突然了 因為台灣的ROC 所以他們就擁護車金旗 就是國民黨那隻旗子 所以現在是誰在保護中華民國的國旗 民進黨 你不覺得很奇怪 這很奇怪 再來 這又繼續推進去 因為是PRC的台 所以ROC對外當然可以用錢去台北 你以前是聽這台 對不對 這台聽久了好像都這樣對了 但是這幾台都是什麼 Foolish Delief 那是胡說八道的 胡說八道 來 這個Foolish Belief 還有沒有繼續再作稅 有啊 還有啊 還在啊 就這個啊 就是這個新聞啊 2011年的10月8號 蔡英文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他跟我講的那個有沒有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Foolish Belief 還繼續存在 而且是存在那些政治的領導人的腦袋裡面 這樣有恐怖嗎 很恐怖 對不對 好啊 有沒有存在一些媒體記者的腦袋裡面 有啊 在這裡 甘比亞 即將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 啊 台灣有跟甘比亞建交 沒有啊 那甘比亞知不知道他跟誰建交 知道喔 你看 甘比亞的總統辦公室聲明說 18年來我們以中華民國 對不對 所以甘比亞他知道他跟誰建交嘛 所以他當然知道他跟誰斷交嘛 對不對 所以甘比亞是跟中華民國斷交 還是跟台灣斷交 跟中華民國斷交嘛 對不對 所以 記者的腦袋裡面 也是有Foolish Belief 在作祟嘛 把台灣跟中華民國 畫上等號 好 再來 這 這是什麼單位 台北 Economy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誰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代表辦公室在美國 這是什麼單位 在台協會 不是啊 這是在美國呢 對啊 啊 你 你讀這個 有沒有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在 USA 這是什麼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的大使館 這樣 很清楚嘛 但是 上面這什麼單位 你三個沒有對不對 他是不是大使館 不是啊 那他是什麼代表處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啊 他還不是中華民國啊 因為中華民國啊 他變成大使館 變成大使館 變成大使館 所以在美國 這就是流行的中華民國 派出一個美國的代表處啊 你看他的名稱 漏漏漏漏漏了 讓你不知道是什麼單位 對不對 搞不清楚啊 好 刷牌去 亞太經而會 對 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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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對外中國 它叫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pan 就是Japan Republic of Korea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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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裡 這裡叫做 Chinese Taipei 看到頭 有沒有能念到台灣 沒有 沒有台灣 沒有 請問一下 台灣剛有加入亞太 金融會 沒有 誰加入的 搶一日是 太北嘛 對不對 搶一日是 太北什麼 流亡的 中國 流亡的中華民國在台北啊 他的證券名稱是怎樣 啊 再來 好 還有另外一個造型 這個造型叫做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WTO 我講到電視 有一個WTO 姊妹會有 那個WTO就是這個 世界貿易組織 啊 啊 世界貿易組織裡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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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中華民國 他是怎樣 代表 台灣 朋友 金融媽祖 你在參加那個會議 那個會議的祖祖祖 他用這個名稱喔 好 錄錄 在這裡 來 Siberate 還有另外一個名稱 啊 這個名稱都沒有統一 你覺得很奇怪 啊到底這是什麼造型 對啊 這個都好像說 今天 我 今天我去 高雄 我叫做 張三 明天我來台中 我叫做 李氏 啊 後來我去 南道 我叫做 王武 請問我是什麼人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啊 你怎麼不知道啊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跟這個好笑的結果 你要看這個 這個造型啊 啊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啊 所以 這 這就是 這就是 國王中華民國 他的命運啊 啊 這個命運啊 一 為什麼你看 他都沒有辦法直接 單獨 用台灣的名稱 灌在他的名號上面 這就是一個概念 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占領不遺傳主權 中華民國的台灣 是代替美國軍事占領 他沒有辦法改變台灣的主權地位 他沒有辦法把台灣的主權放在他的心上 所以 他也沒有辦法用台灣的名號 他不能冠上台灣的名號 因為主權沒有在他的心上 他只是代理來管理 這樣而已而已 所以 對外的名稱 他我就用台灣嗎 沒辦法 你仔細想一想 沒有辦法 從來沒有 但是 他有一個很普遍的名稱 叫做什麼 錢利子 台北 又錢利子台北 好 還有一個新聞 就是 賴清德去訪問 那個 中國的時候 他在中國那裡 發表說 台灣的未來 要由台灣的人民來做決定 這個時候 他們的國台辦 就出來開記者會 要他說 發表說 反對親強調 任何涉及 中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必須要包含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所以 你看到他這個記者會 會說 這句話 你聽了 你的感覺是什麼 吵架吵架嗎 感覺 感覺 沒有鬆款 很不爽 聽起來很不爽 好 但是 這句話 並沒有冒犯台灣人 為什麼 我分手讓大家聽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問題 是什麼人的問題 中國人的問題 對不對 中國人的問題 所以 他們中國人 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的 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的問題 有沒有錯 沒有錯 我們前面有跟大家說 中華民國沒有擁有台灣 PRC 就是中華人民共同國 有沒有擁有台灣 沒有啊 也沒有啊 所以 他在說 他的主權領土的環圍裡面 有台灣這個因素 沒有 所以 他在說的 他的主權的領土 主權到領土的完整問題 裡面沒有台灣因素 但是 有 金門馬祖 這個因素 金門馬祖 金門馬祖 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不是我們台灣的 大家要認清 那 那是他們的問題 所以 他們的問題 由中國人來決定 你看到的 柴柴柴柴柴 就是這個台灣同胞 我就跟你問問 不然請教一下 台灣同胞指的是什麼人 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台灣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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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他讓你混淆的地方 他讓你混淆的地方 你用英語來講 很簡單 他就變成這樣 就是說 competrials in Taiwan 你的competrials 意思是怎樣 我自己的國民 住在 不住在我自己國來 住在白的國家 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我的competrials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他的competrials 是他們的什麼人 是什麼人 台灣同胞是他們的什麼人 是中國人啊 不是台灣人啊 所以他這幾個裡面 所有的意思都是 中國人 照好的改革他們 中國人的領土 跟主權的問題 他的意思是 要提醒賴清德 你所講的 台灣的將來 由台灣人來自行決定 他要提醒他 金門馬祖 不是你台灣人的 所以我 中國的領土完整問題 是由我們自己來解決 金門馬祖 你不要給我解決掉 他在提醒賴清德這點 這樣看有沒有 他有這個意思啊 剩下去 我們的記者 就是要 就要 big mind 叫他表態 結果他就來說 這個新聞就要做 台灣前途中國的決定 請問 我剛才那個范麗清 那句話裡面 他有這個意思 沒有啊 但是我們的記者 你不要 生這個標題出來啊 所以他是不是把 剛剛講的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個 那個概念混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 他就要叫 馬英九表態嘛 啊 馬英九他的辦公室 就這樣發佈他的新聞 政府一向堅持 在中華民國憲法 教過下 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未來 好 來清告 馬英九這樣說 他其實洩漏了一向天機啊 什麼天機 啊 中華民國有沒有擁有台灣 沒有 沒有 我換個場景 你可能會更清楚 假設這個是歐巴馬 歐巴馬會不會這樣講 美國政府一向堅持在美國憲法架構下 由佛羅里達的人民共同決定佛羅里達的未來 美國總統會不會這樣講他的佛羅里達 會不會 不會啊 為什麼 因為已經是他的了嘛 已經確定了嘛 那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有沒有是中華民國的 不是嘛 所以馬英九知不知道他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真正的身份 他知道喔 他知道台灣跟中國是不一樣的喔 他知道台灣澎湖跟金門馬祖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他知道喔 所以這句話 這樣看得出來也洩漏了天機了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如果屬於他 幹嘛還要未來再決定一次 對不對 如果已經屬於他未來還需要再決定嗎 不需要已經決定了 這句話 這句話就像美國法官給我們破了嘛 台灣在政治戀獄嘛 uncertain 有沒有 這句話都相通啊 再來 這句話叫做非國家也不獨立 網友棄述 網友棄述 外國不相信台灣的國籍 他說失根的藩屬 那你想什麼 那三個日本讓人去外國 中華民國啊 那日本嘛 那日本有辦法顯示台灣的國籍 會嗎 會嗎 不會啦 那日本裡面抓頭抓尾 都不會顯示你是台灣的國籍啊 所以這個網友他自己心裡面感覺 我是台灣人 我應該有台灣的國籍 但是我沒有信任 我台灣的國籍 卻承認我是Chinese 就承認我是Chinese 所以如果要繼續抓尾 那本課照 在外國 你只好讓人動作什麼 中國人 你只好讓人動作中國人而已 沒有國籍的事實 就是在這個新聞裡面展現出來 另外一個 這個 這什麼 美國 以前的國務卿巴威爾 他不要這樣說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其實就是兩個不一樣的主題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個中國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國的合法政府 是哪一個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才是中國的合一合法政府 這就是他們的 One China policy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台灣這邊 它不是獨立的 這個 就是我們的意思 我們以前有說到 台灣是美國的什麼 佔領地啊 既然被它佔領 台灣有沒有獨立 沒有啊 而且不只沒有獨立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台灣 作為一個Nation 它也沒有擁有 Sovity 他們不擁有 租款 這美國的 國務卿說的 沒有擁有主權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oreign policy 這是美國的 這是美國的 一直以來的政策 而且是美國 堅定的政策 所以會改嗎 一種政策會改嗎 不會改 美國對台灣的 看法有政客嗎 有啊 因為這都是他造成的啊 所以他都知道嘛 我們要跟美國交手 我們當然要知道 他是怎麼看待我們的嘛 我們要知道 他是用什麼概念在看我們 我們這麼好的交手啊 這是他 2004年10月25號 去訪問北京 記者問他 他所說出來的話 為什麼記者的問他 就是一個人的阿扁 他一直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已經有外面 有二十幾個國家 他先前一啊 有跟他有正式的邦交 所以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獨立 剛才剛才說的那個 Fullish belief 是不是又跑出來了 又跑出來了 又跑出來了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等於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馬上去 美國國務卿巴爾 使用他打錢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們跟大家介紹 是我們巴爾會這樣說 什麼是Sovity 什麼是Nation 什麼是State 那Nation或State 這在萬國國裡面 它是這樣定義的 有一個人 他們自然的生活在一起 他們彼此之間 他們有自己的 共同的安全的需要 還是他們共同利益的需要 這時候 為了共同的安全跟利益 要追求保護 他們要自己造成一個 一個public authority 他要造成一個政府 由這個政府 來執行權威 來為這些人民 這些人民 為他們的利益 為他們的安全 來做保護 這就是一個Nation 或是一個State 它形成的那個概念 這是在萬國國內的概念 所以說 它在這裡 它的重點就是這個 A Society of Man 一群人 他們United together 做庭做庭 他們有彼此之間的Mutual Safety and Advantage 有彼此的利益 跟彼此的安全的需要 這時候 為了要保護這個安全 跟他們的利益 他們要造成一個public authority 就要造成一個公共 具有公共權威的一個組織 那個組織就是叫做政府 那個組織叫做政府 這就是Nation跟State 它的形成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去形成一個public authority 之後 剛才Bauer有說 Soventy 什麼是Soventy 在萬國國內 它就是這樣定義的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is the sovereignty 我們剛才有說 它是組成一個public authority 要組成這個政府 它就是一個political的組織 它就是political authority 它就是這個soventy 它就是soventy 那些all they who are invested with it are the sovereign 意思是說 有一個人 在生活 有放到soventy 在生活上面有放一個soventy 這個人 這個人 他叫做soventy 意思是說 舉進來這樣的例子 在帝制的國家 那個天皇就是soventy 他身份上面有soventy 如果在民主國家裡面 他們選出一個總統 那個總統 他就是soventy 他的身上就有soventy 他就有soventy 他就有soventy 他就有主款的形式 一些主款上的管理 就是這樣 這就是萬國國法院裡面 所以在介紹soventy 跟soventy 的意思 當然 我們用中文的意思 很難理解 過去 我也適合要去理解 但是 有三個都沒有 一直到去看萬國公話 就一看 哇 原來這麼簡單 就是借助理這樣而已 所以soventy 其實就是那個 在主款上新上的 那個主款 那個管理 他裡面有管理 當然另外這邊 他就是有偽無 所以最高者 他都是soventy 他才有soventy 所以 鮑爾一說 台灣沒有擁有soventy 意思是怎樣 soventy有沒有在台灣的身上 沒有啊 那台灣的soventy 在誰的身上 誰是台灣的soventy 日本天皇啊 我們過去 是不是大新帝國大皇帝 跟日本天皇 簽一個馬關條約 將台灣配合全部掛給天皇 台灣擁有了台灣的這個名牌投資款料 他是不是台灣皇民化 還有台灣要實施明治憲法 讓台灣成為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對不對 那這時候 台灣跟日本其實就是一樣 他有彼此互相的安全跟彼此互相的利益 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土地裡面 就建立一個soventy political authority 那個人 他就是 最高者 那個人是什麼 就是天皇 那個人 那個天皇 他還有在 親自執行國事嘛 所以那個天皇的心上 就是有soventy 他心上都有soventy 所以 台灣的soventy 在誰的身上 就是天皇的身上 這樣說起來就清楚了嘛 所以鮑威爾為什麼會這樣講 台灣沒有擁有soventy 就是這個意思啊 好 什麼是soventy state 什麼是主管國家 主管國家在萬國共和國裡面 他的意思是這樣 Every nation that governs itself without the dependence on any foreign power 任何一個國家 他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而不需要去依賴外面的力量 不需要依賴外國的力量 那他本身就是一個soventy state 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 主管獨立的國家 好 那 他如果是有這個條件之後 他 its right and are naturally the same as those of any other state 他對我 他的管理 跟其他所有的 這個主管國家的管理完全一樣 就一樣 用這個定義 你想要看台灣 台灣 台灣 都沒有呢 國內 router customizable 任何 為什麼 政經嘛 美國嘛 對不對 美國就是我們的外力啊 所以台灣有沒有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 沒有 所以沒有 那我們對外的權利有沒有跟其他主權國家 正常的主權國家一樣 沒有 所以 那個婦女會 民進黨婦女會主任 今天外國 要去人家的 會議的地方 他跟人家一樣 去開會 沒有法度 就是這個意思 有這麼看 都會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另外 觀察 國家主權可以由 四個層面來觀察 第一個 為人家 為人民 第三 為政府的權威 就是要看這個政府在外國 有給人生人物 就叫recognition 這個 來分析台灣 台灣民生有擁有 自己的拼圖 沒有 拼圖誰的 天皇的 中華民國有擁有台灣的拼圖 沒有 這個條件就不成立了 所以 不管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是不是主權國家 就不是 有沒有擁有國家主權 就沒有 都不會有 都不會有 好 這裡有一個概念 叫做人民主權 人民主權 它其實是一個概念 它其實不是主權 它是一種原則 這個原則是說 我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政府的權威 是被人民的 由人民的同意 所產生的 而且由人民的同意 讓它繼續維持下去 這就是 人民主權 人民用什麼 同意的方式 讓政府的權威 可以繼續下去 來管我們這些人民 用什麼 刀票 用刀票 所以 Through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 who are the source of all political powers 所以 由人民來選舉選代表 選代表 先進入政府 政府幫我們管 這個管的權威 來自於我 人民的同意 這樣 這叫做人民主權 所以你要 經常在外面 要聽到一些 政治人物 他在演講 他就要說 我們選舉 就是一個 人民主權 主權在民 的表現 就是要說這個 那是 人民主權 還是主權在民 有法度 將台灣變成一個 主權統立的國家 你知道嗎 沒法度 有什麼 因為這個 概念不是這樣 它是要產生 政府的authority 我們剛才有說 我跟主權裡面 有四個要素 其中有一個要素 叫authority 你人民主權 只是在產生 這個authority而已 但是台灣的領土 人口結構 還有對外的 被人家承認 是不是主權 國家政府 這個都沒辦法解決啊 所以 你在這裡 繼續用主權在民 來選中華民國的 政府官員 我們頭來 跟我們台灣人管 能不能改變 台灣的國際主義 沒有法度 頂多只是換換人來管我們而已 換換人來管我們而已 那我們的國際地位都不會正常 也不會改變 所以秘書廷一直跟我們說 不要再去參加 台灣民國的選舉 就是這個得利啊 因為你在這邊玩 你玩不出來 所以人民主權的實因史 不會改變國家主權 就是這個得利啊 這個得利啊 而且他們會這樣 難民主權的核材 你看到了 哪些人 這隊 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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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台北队 他是代表什么人去比赛 流亡的中国人去比赛 这强烈是台北不只在球类比赛出现 这些选美比赛也是这样出现 这个Mr.International国际小姐比赛 2013年 这个选美比赛的代表 前一日台北 那不是台湾的代表 不是啊 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就没有人格比赛的小姐 但是他竟然不是代表台湾人 那这Mr.Wall 世界小姐 这 他的简介 他的标题是什么 Profile Video Chinese Taipei 他也是Chinese Taipei代表 要听他怎么介绍他 听一下好了 好来 听一下 Hello I'm Xinxia Chong I'm Miss Chinese Taipei I'm 21 years old and I love reading, hiking and cooking for my family Since there hasn't been a Miss Chinese Taipei in Miss World for many years I'm very honored and happy to represent my country in Miss World 2013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 more about this beautiful Indonesia Thank you 因为看家是Mr.Chinese Taipei 他们说我是Mr.Taiwan 没有哦 这很现实很残酷哦 还有这个比赛 2014年仁川的亚运 亚运让我们开幕式嘛 选手绕场嘛 进场啊 这堆什么堆 国旗 印度 印度 对不对 这堆什么堆 印度尼西亚 对不对 印尼 南亚的印尼 这堆什么堆 马卡尔 豆典 China 澳门 这堆是澳门 为什么他跟前面那两队名称不太一样 有什么在豆典China 这堆什么堆 香港 豆典 China 这堆什么堆 香港 为什么他的名称跟前面的不一样 为什么他爱马卡尔 豆典China 因为他 对 因为他是在中国主权范围下派出来的一支队伍 所以他是中国的一部分 意思是这样 所以他派这堆这样 其实这个进一步去推论 就是说 香港跟澳门回归中国之后 香港跟澳门本身有没有被消灭掉 没有 但还是可以派队伍参赛 这大家可以再仔细去研究这个议题 你可以去看那个英国加中国签的公报 他怎么移转香港 其实他其实是移转那个管辖权给他而已 这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这堆什么堆 China是台北 这堆跟台湾堆 不是啊 你如果说 满营卷他们就喜欢讲 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 中华民国也有台湾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堆如果是台湾堆 他是不是要这样打 台湾斗典 R7 对不对 但是他没这样写啊 所以回应到我刚刚讲 敬请讲的嘛 中华民国没有拥有台湾 所以他不可能用 把台湾的名号 灌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没有拥有台湾 所以 他派出了一天 可以用钱在台北 那钱在台北 那钱在台北那是我们台湾人的 那不是 不是啊 那是在台湾的什么人 中国人的 那是在台湾的 中国人的队伍啊 对我 不是用强力是台北 对我们的比赛 他也只能用强力是台北 他没想到用ROC 那是在台湾的 2014年 在一个 举办的21U世界杯棒球赛 这是什么地方 既然 台湾 豆典 哇 死了 前一支台北 他也只能用强力是台湾的 结果 台湾 要强力是台湾的 一百分 哎 你听到说 怪怪 对啊 怪怪 所以 很奇怪 所以 前一支台北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初期班 大概都有 一些理解 前一支台北 他真的 在世界上 人们都知道 外国在台湾的 里面的人 不知道 他真的意思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他的民生 你就能 靠靠靠靠靠靠 了解 中华 中华民国流亡 到台北来 国际上 他的分析是这样 在中国 有一个政府 那个政府 现在叫做 中华民国 他流亡 流亡 流亡意思是说 离开他自己的国土 跑到外国去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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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对中华民国 都可以 对中华民国 对中华民国 它是国外 国外国 外国 就是外国 所以 位于名称 你真的可以了解 中国民国 até有 不擁有台灣 沒有嘛 那兩個是我國關係 他們兩個是外國關係 從這個名稱裡面就可以很知道 就可以定義出來 台灣跟中華民國是外國關係 只是他流亡到台北來 但是他又有一個身份 他要代替美國來軍事佔領管轄台灣 所以他才能夠變成一個旅門政府 本來要在台北旅門的政府 結果騙擊台灣 又站在我們台北上把我們管 那是因為美國給他代理 把我們代理軍事佔領 變我們的治理當局 是這樣的啦 不然照理說 他可以跟他參加 印度和沙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一樣 他被侷限在一個地方而已 他不能死去趴趴走 你就想像嘛 假設西藏流亡政府 他跑到印度德蘭沙拉之後 然後他可以在全印度裡面 代表印度人 然後又可以叫印度人 來選他們流亡政府的首領 你覺得這件事情荒不荒謬 很荒謬吧 很荒謬吧 那為什麼在台灣就不荒謬 對不對 對啊 你這樣想一想就 好像對耶 不是好像對 是真的很荒謬 所以 因為他是流亡政府 所以 這就是他的命運 也是他的宿命 是必然的命運 就是這樣 不斷地被人家斷交 包括剛剛講的 甘比亞的斷交 再來 那我們就要 下一個就要問題的 來問啊 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分開 中華民國跟台灣的關係 那下一個我們就要問自己 那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 有正常 來看 我們沒有正常 以前有說過嘛 我們被佔領狀態 我們沒有確定 對不對 既然是沒有確定 我們是不是要改變 歐巴馬說要改變嘛 對不對 但是 美國重申反對 改變台海現狀 我們要改變 還要改變 但是美國還反對我們改變 欸 這不是很矛盾嗎 對不對 所以你就去想想 那 我們想要 這些政治人物想要改變的現狀 的方法 或者說這些政治人物 對台灣的現狀的理解 有沒有跟美國的想法是一樣的 你如果不一樣 美國會根據萬國公法 或是國際政情法的這個概念 他會制止你走向那條路 所以美國要反對台海改變現狀 為什麼 因為阿扁 他在2007年的時候 他 是要 也沒有 他就是要跟台灣 台灣民國 南南做機會 變成一個獨 要自憲 要獨立 然後把它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美國就跟他講 不可以 不可以 那 現在一個問題 那現狀 為什麼不能改變 都要怎麼說 我們要先去知道美國的腦子 你們在想什麼 我們要先 正確認識台灣的現狀是什麼 那我們才能走正確的路 那公投可不可以改變 不行 這就是改變主管 再來 來師 也說不行 有些公投是不被承認的 像克里米亞 他這也是偏偏改變現狀 因為他沒有跟烏克蘭政府說好 而且他自己偏偏改變現狀 照水亮 聯絡國大會決議 不可以承認 不可以承認 不可以承認他的主權地位改變 有些是被承認的公投 像蘭蘇丹 他就跑出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跟他的主權者公後 因為我們的時間的關係 所以後面的資料我就 不再 就沒辦法來得及講 最後 我們要改變台灣國際地位的現狀 我們要改變台灣國際地位的現狀 必須你不要跟我們說過 用這支筆 就可以改變台灣的現狀 讓台灣地位政善化 就可以從中華民國掛出去 一樣 我們的手頭也有這支筆 你也可以用那支筆 來改變台灣的國際地位 的現狀 我們的台灣人 外面的台灣人 也可以用一支筆 就可以改變台灣的狀態 那支筆 要去什麼地方 要寫在什麼地方 要寫在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申請書 你只要在身份證申請書上面 拿著一支筆 在上面簽下你的名字 申請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這張身份證就可以產生連鎖反應 就會連鎖反應 一直反應下去 最後整個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可以回復正常 家住在台灣人身上的架鎖 就會被打開 台灣人就因為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就會有正確的身份 有正確的身份才能成立正確屬於他自己的政府 也就是現在我們代表台灣人的台灣民政府 你有正確自己的政府 你對我這麼好的國際上給你正常的對待 你才可以坐上談判桌 會議桌上面 跟人家一起平起平坐 這就是這支筆 一個信證證 一個信證書 就是這麼重要 大家繼續努力來打拼 以上謝謝 謝謝